欢迎收看爱上厨房 我是Chris 今天叫大家做一份红酒煎牛扒配土豆泥 红酒煎牛扒的原材料其实很简单 需要红酒 牛扒 土豆泥 香草和橄榄油 首先我们先做一个土豆泥 把煮熟的土豆泥拿出来 压下去 橄榄油很特别 为什么我用橄榄油呢 因为为了健康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了橄榄油 好 现在就教大家怎么煎牛扒配红酒汁了 煎牛扒最主要的技术 就把那个汁锁在那个扒里面 所以我们在煎牛扒的时候 那个锅一定要热 牛扒要给些底味 什么叫底味呢 就是放些盐 简单的盐 黑胡椒 两面都放 好 现在那个锅已经很热了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牛扒放进去 听到死 那个声音呢 表现它就够热了 还在煎 我们现在要把那个水分锁在牛扒里面 它就更好吃 更嫩 更香 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牛扒放在烤箱里烤一下 因为它是很嫩很生的 我们要放进去烤一下 烤多久了 大概5到10分钟 8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叫它开开那个红酒 很不错 这个牛扒快熟了 那个牛扒再放进去 很快就可以了 按下去几成熟 现在大概是五成熟左右 千万不用心头啊 用好的红酒煮出来的红酒汁 肯定会更好 为了不用那个牛扒过熟 我们先把牛扒拿出来 给那个红酒汁就慢慢煮 去 红酒煮牛扒就很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想重温本机的内容 扫一扫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网站